大家好,蒸花卷你还得提前发面吗?提前发面就错了,学会这样做,简单省实,个个松软劲道,层层分明,吃着一层比一层香,不吃菜,空口连吃五个都不过瘾,新手一看就会哦,喜欢的朋友跟着视频一起来做吧。 首先,500克面粉中,倒入4克酵母粉,加入2克食用盐,增加面的筋性,再打入一个常温鸡蛋,打入一个鸡蛋,是蒸出来的花卷,吃起来口感,香甜劲道,往里面倒入30度左右的温水,边倒边搅,分少量多次的倒入,面粉与面粉的湿干性不同,根据我们家自己买的面粉来加入水, 最后把它调成软硬式中的面具,下手再把它和成面团 面团和好,不需要醒发,放到案板上,咱们接着揉,把面团揉均匀,揉光滑 上下来配搓着揉,这样蒸出来的花卷,吃着松软劲道 最后把面团揉至,像这样光滑细腻 然后再把它揉成一个圆形 再把它整理一下 用手把它按扁,上面下面多撒一点干面粉 这样我们在擀的时候,又不会粘案板了 利用擀面杖,先把它擀成一个四方形 我们擀的时候,采用推擀的方式 这样擀出来的面皮,薄厚均匀一致 最后把它擀成一厘米的厚度就可以了 往上面倒入适量的香油 用手把它涂抹均匀 再薄薄的往上面撒入一层干面粉 这样蒸出来的花卷,从此分明 接着薄薄的撒入一层麻辣鲜 少许的食用盐 最后再准备一把性感的小葱花 点缀一下 薄薄的撒入一层,增加香味 然后再从一头把它卷起 卷的时候,要把它卷紧实一点 卷好之后,再稍微的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概有三指宽 取出一个剂子,放到案板上 取一根筷子,从中间轻轻的压一下 然后把它拿起来 用两只手,像这样左右一拧 尾巴处,用手捏一下 好了,像这样一个简单又好看的花卷就做好了 我们这样拧的花卷,非常的简单 再来看一遍,你学会了吗? 把我们做好的花卷放到蒸锅中 放到时候,中间要留够一点空间 然后把盖子盖上保持温度 醒发至原来的1.5倍大 醒发了10分钟,咱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的花卷,用手按上去,轻飘飘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开火,上气即时,蒸10分钟 好了之后,再焖上两分钟 大家看一下我们蒸的花卷 搁着玻璃盖,就看到非常的漂亮 打开看一下,哇! 层层分明,非常的渲软 一道好吃好看 做法有简单的花卷就做好了 非常的松软,不会缩不塌陷 吃着一层必一层好吃 不吃菜,一口气连吃5个都不过瘾 大家看一下,像面包一样 特别是早上赶着上班的朋友 头天晚上把稀饭包好 利用洗脸的时间 把花卷放到锅里蒸一蒸 这样就解决了全家人的早餐 做法简单,不用提前发面 亲手一次也能做成功哦 好了,今天为大家分享 蒸花卷不用提前发面的小技巧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